好 各位快樂的同學 那個 我們 之前不是已經派好期中作業了嗎 你們已經有想好怎麼分組了嘛 對不對 好 我們先講一下期中作業要在這個 欸 我不知道那個就是教務處什麼時候 要關乘機啦 他到時候通知我的時候 你們就剩一個禮拜了這樣子 好不好 你們就試著做一下這樣子啦 那 一樣啦 就是反正你們全班可以組啦 啊 或者是這個要怎麼 學長不想跟學弟這樣也可以 好 那那個我們今天要上這個 簡易數據分析啊 因為這些 簡易數據分析你學到了以後齁 就是 會對於你這個去建構這個就是 你會學 你會想到更多方法去補這個 期中作業的那個 就是 missing value 這個 idea 這樣子 好 那 我們這邊講一下 首先像第一個 我們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補平均值嘛 啊 平均值需要用到mim嘛 mim這個函數對不對 mim這個函數就在簡易數據分析裡面 那 如果說你想要 假設說你 認為某一個 某一個 生化檢查值好了 他可能是有隨著時間會越來越高 假設說血壓 可能你放著不管 血壓會慢慢越來越高嘛 對不對 你可能就要用線性回歸去做啊 這個時候你可能就需要用到 簡易數據分析裡面的一些 一些就是 能力 你才有可能會去做得到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 就先做描述性統計好了 那描述性統計啊 欸 欸 這邊 有沒有人上過的統計啦 你知道描述性統計是什麼嗎 幹嘛摸摸 摸摸同學 2年級的不是都上過嗎 描述性統計有哪些 你們 2年級的有沒有概念 T-test的是描述性統計嗎 蛤 問乙君 問乙君 乙君統計很好 對不對 好啦 沒關係啦 我跟你們講啦 就是 我大概知道你們統計上了哪些東西啦 就是 呃 我們這邊就不為難大家啦 好不好 那這個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在 要做這些 簡單數據分析的時候 我們先把資料讀進來 這個資料啊 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它的格式 它的 這樣 這樣一個 EGFR 它是一個就是 呃 聖石球過濾率 它是一個連續變相 連續變相 就是說 欸 它的 值語可能是負線大到正無線大啊 之類的 然後 是非常連續的 那像Desease這個0跟1啊 它是類別變相 它就是有Desease跟沒有Desease 那只是說 我把它就是 數字化變成0或1這樣子 所以你只要看到是 012啊 這些 它大概都是類別變相 然後剩下的都是連續變相 好這樣你大概了解了以後啊 我們來做 我們來先很快的 學一下有哪些函數 可以幫助我們做統計啊 第一個 平均值 好 min 然後data裡面的EGFR 這個是索引函數嘛 對吧 這個前號是索引嘛 min data裡面的EGFR 然後na.rm.2 代表我不要統計 na 我在算平均值的時候 我現在它min 它是 這個34.14 如果我這邊給它false 欸它就會告訴我na 為什麼 因為有na na沒有辦法加在一起嘛 還記不記得這個平均值是怎麼算的 把所有數字 加5個數字加在一起除以5嘛 對不對 這個 應該不會有人 欸應該大家都會算平均值吧 這樣可以吧 那這個 呃 na啊 如果其中有一個是na的話 你就必須把它移除 不然裡面有個na的話 加起來就是這個na嘛 這樣可以叫 na就是missing value的意思 好那一樣 sd就是 standard deviation 好 所以它是sd standard deviation就是 標準X 標準X 有沒有一年級的知不知道標準X是什麼 知道 都知道喔 好 那變異數 variance variance知不知道是什麼 也知道 好 真的嗎 一年級知道二年級就知道囉 可以嗎 好 變異數就是標準X的平方啊 好不好 那這個medium medium有沒有人不知道是什麼的 欸不知道什麼的 拜託講舉手一下喔 好不好 如果你發現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就舉手一下 好 這個quantile quantile是 百分位數 如果我們現在直接打quantile EGF的話 他給我的是 第0百分位25 50 75 這個百分位數齁 有點類似你們在考 那個 學測啊 什麼pr值 這pr值你們應該知道吧 對不對 pr99啊 相當於是 就是百分 第99個百分位 這樣子 這樣子啊 前面 第99個百分位 就是pr99的意思 那這個 假如說50百分位 那就是中位數嘛 對不對 那就是 這個 欸 這樣看到了吧 跟這個medium一模一樣 對不對 好 昆海喔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啊 我可以給他下一個額外的指令 主要說0.5 這樣子他就只會給我 第50百分位的地方 我想要第99百分位是多少 欸我可以這樣子弄出來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接受吧 應該不會很難 好那 接著 min 這個就是minima 就是我們的這個最小值 然後maxima 最大值 table table 上面這些函數啊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它是不是非常簡單 就是 呃我想要做什麼的時候 我大概只要知道它的簡稱 或者是它的這個 就是 就是 全名是什麼的話 我們大概就可以 用 用得出這個函數了這樣 那 大家不需要特別去背這些函數 到底就是 到底要怎麼打啦 你只要知道說 以後我要用到什麼的時候 我可能就是 我們講義的第八課裡面有 那你就可以來這邊找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真實世界面對的情境 不會去考大家記憶啊 或什麼之類的啊 就是 大家以後要用的時候 知道東西在哪裡 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接著 這些都是連續變相嘛 EGFR 我都以EGFR來範例喔 這些都連續變相 那類別變相的統計要怎麼做呢 類別變相的瞄訊統計 我們就知道它的 百分比跟個數嘛 我們可以使用table這個函數 看cancer 它就會告訴我說 cancer這個變相裡面 有576個0 402個1 402個1 1我們就是一個 某一個我們的代號嘛 對不對 1可能就是有病 0可能就是沒有病 這樣知道吧 好那 這個 table這個東西啊 它最特別的地方是 這個函數 它同時可以放兩個類別變相 它可以看到 cancer跟diabetes 這個 這個也就是 cancer等於0 diabetes也等於0 cancer等於1 diabetes等於0 cancer等於0 diabetes等於1 然後兩個都等於1的 分別個數是多少 這個 close table 應該大家都看得懂嘛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 基本的統計 好 還有一個最特別的函數 叫prop prop prop 就是proporption的意思 就比例嘛 對不對 好我先把這個 table table1 table1就是我的這個 cancel的這個 這個 table嘛 對不對 然後我用 proporption table把它 執行完之後 它就會告訴我 它是百分之八十 五十八點八 這是百分之四十一點一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 那 如果說我們的table 是一個 2x2的table 那我把它呈現出來的 它就是 全部加起來是百分之百 這樣可以吧 那如果我要條件機率呢 舉例來說 我想要看 cancer等於0的裡面 diabetes 這兩個 它的百分比多少 條件機率 cancer等於0的時候 這裡是多少 這裡是百分之幾 這裡是百分之幾 cancer等於1的時候 這裡是百分之幾 這裡是百分之幾 那我是不是要對RAW 對RAW 一個RAW要加起來百分之百 那我在這裡可以下一個 額外的指令叫 重點1 1的話就是 第一個維度 來百分之百 好這樣你可以看到了嗎 第一個維度就是RAW 它百分之百了 這樣可以吧 接著 第二個維度 好它就是 條件機率變條件在這裡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這就是我們 基本的 描述性統計 那我們先給大家一點點練習時間 好不好 大家先把這個檔案讀進來之後 然後稍微 複製貼上一下 感受一下它的這個 就是 描述性統計在做什麼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剛剛我們做完 我們做完練習之後 我們發現一件事 類別變相的這個 描述性統計 我們可以做條件機率 對不對 條件 假如說 這個 Desease等於0的時候 這個 Cancel它的那個 1的機率是多少 Cancel等於0的機率是多少 是不是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把 類別變相跟連續變相 一起來做 條件的 統計呢 答案也是可以的嘛 我可以把 我假如說我想要看 Desease等於1的人裡面 他1GF的平均值是多少 那 這個時候我是不是可以用 鎖引 Desease等於1裡面的1GF 用raw鎖引 用raw鎖引來鎖引 呃 鎖引個案 那接著用 column的鎖引 來鎖引這個變相 這樣子我是不是 就可以計算出 有得病的人的1GF 看著喔 我現在把這些刪掉囉 我現在的1GF 是不是變成 Dese等於1裡面的1GF 這樣可以吧 34.41 那 Ctrl組呢 Dese等於0的 1GF 的平均值 好這樣 這樣應該看得懂吧 應該不會 很難想像嘛 對不對 因為其實就是 鎖引環數的應用而已嘛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如果我們想要把 平均值加減標準差 表示出來 我們要怎麼做咧 來我們首先先了解一下標準差怎麼做 標準差這麼做 好這個是平均值 這個是標準差 對不對 然後我們有一個函數叫past past這個函數啊 我們可以把 就來說 123 456 sep 等於 好這樣子他就會把 123跟456兩個字串把它貼在一起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如果想把 123 後面貼上這個平均數 喔平均數把它 取到這裡 那是不是平均數貼完之後就會貼 456 這樣可以嗎 好你看最後是不是多出了456 這些數字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如果我想要 平均數加減標準差的話 我就可以 平均數先放前面 加減放後面 然後接著再把 標準差放在後面 這樣我出來的結果是不是平均數加減標準差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不過這樣子有點醜對不對 這小數位數是不是有點多 我們有沒有什麼辦法 把小數位數變少咧 欸 答案是有的 我們現在要用一個新的函數 這個新的函數啊 是 format c這個函數 好我們先把 平均值變成min m這個物件 所以現在m這個物件 它是不是我的平均值 s這個物件是我的標準差 那接著我可以用format c 然後m 告訴他我要三位數 然後format等於f 這樣子 出來就是 34.415 好你會說 欸我為什麼用這麼複雜的一個函數 format c這什麼函數啊 format c它最特別的地方是 如果我們format c1 然後小數點會做為3 它出來一樣是1.000 而不是1 好那 其實還有另外的函數 425入 425入請問一下英文是什麼 你們有沒有 你們就是 或者說這個 捨棄位數英文是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了 應該是什麼 wrong的 wrong頂什麼之類的 字吧對不對 喔好沒關係 就是 應該是wrong wrong的這個是 425入的函數 425入的函數如果我直接m 然後我一樣3 它一樣給我34.415 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不一樣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1的話 它就會只給我1 它後面.000就不會呈現出來 所以為了要讓我們的數據是非常一致的 我們要使用format c這個函數 這樣可以接受吧 format c這個函數m 我們就可以得到完整的三位數 如果它後面 有需要補0它就會補0 好所以我就可以把 format c把它結合到我的past函數裡面 我就可以把我的m跟我的s 經過format c之後 呈現出三位小數的平均值加減標準差的格式 好這樣懂我的意思了吧 好如果你懂我的意思之後啊 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的練習要做什麼 我們的練習啊 請你試著做出一個自訂函數 這個自訂函數要做什麼勒 就是請你這個 請你這個 就是 讓使用者輸入一個連續變相 讓一個類別變相 那 這個 並且 讓使用者選擇他要輸出幾位小數 然後 第一個函數 你如果懶得做第二個函數 我們時間有限 我們就做第一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做得出來就可以了 欸就是 欸 假如說使用者輸入了desease 跟gfr 那你就要print出 desease等於0的時候 平均值加減標準差的多少 desease等於1的時候 平均值加減標準差的多少 那如果使用者輸入的是 呃 英抗 跟這個 跟這個 就是 英抗跟這個gfr 那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table data裡面的英抗 它總共有三個類別分別012 所以你輸出的 這個 平均值加減標準差就要輸出 英抗等於0的平均值加減標準差 英抗等於1的英抗等於2的 這樣意思類推下去 這樣懂我的意思了嗎 所以寫這個函數你所需要面對的挑戰 除了對前面你要有一些基本的熟悉以外 最重要的事情你要先在程式裡面 去偵測它到底有幾個類別 要輸出幾個條件的這個條件的這個統計 好就這個樣子 好如果你要開始寫這個函數的話 你一開始喔 你絕對是要先把 就是你要先把那個 假如說我們函數最後想要寫成這樣子 就要說test等於function x y 然後dig 如果你的函數最後想寫成這個樣子 就是你要輸入這三個參數 請你啊 先在外面寫說x等於data裡面的 就要說data裡面的 incount y等於data裡面的 gfr dig 小數位數等於3 我們不要一開始就從函數裡面寫 我們先在外面寫 我們在外面寫的時候 我們在外面寫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寫出 舉例來說 m 舉例來說m.1 它可能等於 y 然後x等於等於0 然後min嘛對不對 好這樣我是不是就算出了m.1的部分了 這樣我是不是y就是 當x等於0 x是類別變相嗎 x等於0的時候 y的 y的value這些 然後把它min起來 這樣我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從這裡開始好不好 從這裡開始 那 這樣子的話你還需要哪些東西 你需要 第一個 這個x有哪些 類別 數 它的類別數跟類別種類 你需要怎麼去得到 那你得到了以後 這個平均值跟標準差你要怎麼存下來 那最後你再把這個print出去就好了嘛對不對 好我們從這裡開始 好啦 好啦 我們來先看一下 我們 我們今天要做的任務 我們一樣就是 要 我們一樣就是要 呃 重新思考一下 我們第一步我們需要什麼資訊 好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現在要做這個任務 我們第一步要什麼資訊 來我們有沒有人告訴我 欸張宜君 第一步要什麼資訊 不好意思只叫出你的名字啊 你有沒有壓力很大 第一步要什麼資訊你覺得 想不太出來 第一個最簡單啊 那有沒有人要救他的 有沒有人救他 學弟他有沒有管你 他有沒有管你 會不會禁你家 你要不要救他一下 不然他會禁你家 大三才可以禁大一的家 對不對 大二不能禁家嗎 大二不能禁他家嗎 大二不能禁他家嗎 好啦好啦 有沒有 來第一步喔 我們來想一下第一步我們 今天我們要最後要呈現出的數據是什麼 就是 如果 呃 假如說 那個類別變相 假設有0、1、2 那我們就是0的平靜值加也比較長 1的平靜值加也比較長 2的平靜值加也比較長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首先我們要知道 那個類別變相的類別數 類別數 跟類別種類 這個是要怎麼取的 蛤沒有人記得了 沒有人記得了 這很假的 大家不要害我這麼難過好不好 我們都來強調欸 類 蛤 怎樣講話啦 蛤 你要發表意見了嗎 呃 沒人記得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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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我們要 我們現在 如果 我們就先講再更明白一點好不好 這個 我們現在有一個 x 這是類別變相 這是y 對不對 我們首先 我們 我們最後print出來的東西是什麼 如果 x是兩類別 兩個類別 的delese 有跟沒有 我們要 output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 release 等於0的 平均值 d等於1的平均值 這樣可以吧 那如果 它有三個類別呢 那我是不是print出來 我是不是要print出三個東西 那我怎麼取得2或3這個數字啊 table table是個方法 table完之後要做什麼 no idea 欸你 不是 之前一直有強調這個 這個factor 你先把factor 然後再level levels 是不是會得到 類別數 類別的種類 那最後再 把它lens 我是不是就得到種數 可以接受嗎 沒有 沒有 是忘記了還是 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會不會 如果程式碼打出來會不會 帶大家回想出那個記憶啦 好不好 來 level x 等於 levels x x 好 欸請問一下出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出來什麼都沒有 有沒有人要跟我講欸 這個 這不是factor 非常好 欸它是 它現在是整數嘛 我要先把它 轉成factor 它才可以用levels這個函數嘛 對不對 好 這樣子 levelsx 是 它現在是012 那 n點 level 點x 是不是就等於 好這樣可以吧 欸我們 我們這個前幾節課的練習題 我看大家好像 就都 就是都會啊 到這裡 不知道為什麼就不會了 可能那個 就是 年久失修 記憶年久失修這樣子 好那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那我們有了這個資訊之後 下一步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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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們再想一下 我們是不是應該開一個空的向量 然後要讓我 它 接著我它有辦法用 假設我開一個空的向量叫redout 好了 那這個redout 我之後才可以用迴圈 一個一個去做嘛 對不對 去做說 喔它的屏幕指標是它了多少 然後我把它填進去 它的屏幕指標是它了多少 然後我把它填進去 類似這樣 我要開一個空的向量對吧 那我要開空的向量 那我要開空的向量 那要用什麼函數 那我們教過哪些函數 可以開空的向量 是不是有一個叫 IP的函數 repeat 差差幾次 對不對 可以嗎 repeat 差差幾次喔 好 所以我們現在再來 result result等於repeat repeat repeat空置員好了 repeat空置員 n.levels.x4 這樣可以吧 那這樣子我們這行執行完之後 這個result 是不是就是 欸現在 等著我們填東西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接著 顯然是要做回圈嘛 對不對 那我們I等於E開始好不好 I等於E開始 做範例可以嗎 好 I等於E做範例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 m等於多少 Y X等於等於 Level 點X 第I一個 來注意喔 這樣是不是 第I一個 第1個 第1個X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是第1個X 那 X等於等於這一個 就代表X屬於他嘛 對不對 那接著 Y 這樣是不是就會出來 這個 我Y的這個數值了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那接著 我們把它 用平均數 這樣我是不是就得到了 第I一個 X 屬於第1個X的 Y的平均數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那接著 Standard deviation呢 S S D 這樣我是不是就得到了Standard deviation 好 接著 這兩個都有了之後 我就要把它貼成 某一個小數位數的這個 組合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前面是不是 這裡有這個 這裡有這一串 可以給我們貼的 欸 但是這個3 我們可以改橫這個 好 這是不是就是我要的結果了 這是我要的結果 對嗎 那我要的結果 我要把它填回 result裡面 對不對 result裡面的第1個 這樣是不是 我全部執行完 這個redout是不是就被我 欸 第一個數就被我填進去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啊 第二個呢 在執行次嘛 是不是填進去了 啊第三個呢 那所以我們這裡 是不是i是不是這裡 就可以改成 4 i 從多少 1到多少 n.levels.x次 然後我們把這一串 全部貼過來 那這樣子 這個redout 是不是就是我要的東西了 這樣可以吧 我這個redout放在最下面 把它print出來 好那 我們現在把 因看換成desease 全部執行次 欸是不是 馬上變兩類了 把egf 換成 這個sbp 把3 換成1 好所以這樣是不是我函數 我函數的基本結構就寫完了 好最後我們再把這些刪掉 我們把它改成 myfunction function 然後裡面xy dig 我甚至這裡可以 default 我認為它要等於3 這樣我大部分的時候還可以不打對不對 然後把這些貼上來 好這些刪掉 好我可以清空了喔 我清空看著我清空之後 我全部執行一次 右邊是不是出現了一個myfunction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裡面我們打上 x等於data裡面的income y等於data裡面的 呃 survival time 好了 欸它是不是出來了 我如果打dig c等於2 它就變成兩塊小數 好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會不會覺得 會不會覺得 呃 如果你覺得很難的話 就是 欸再 就是反正我們錄影嘛 對不對 欸大家稍微跟上一下 應該沒有那麼難 對不對 回去看一下嘛 還是你們最近要起中考 你們什麼時候要起中考 就是正在起中考 所以最近應該是比較沒有空可以 這個複習的這樣子 好啦沒有關係啦 好不好那個 反正 現場課程都有嘛 對不對 那個再稍微努力一下 跟上一下 後面 後面會越來越好玩啊 這個 會越來越實用啊 前面都是基礎建設 好這個第二個函數 它的概念沒有什麼不一樣啊 基本上就是 只是我們把 min跟sd 改成 min跟sd改成這個min 然後這個空台的 第25個百分位 跟第75個百分位 這樣而已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第二節線性回歸 好 那我們現在 這個線性回歸 高中大家都教過了嘛 對不對 我們 現在來講一下 這個 線性回歸 它在做什麼勒 就是 我們啊 有一組這個坐標點 有一組坐標點 我們上個禮拜 是不是有學過了 對不對 你記得我們 我們上個禮拜有教嗎 沒有 不好意思啊 最近上課上太多了 我也不知道到底教我哪些 好不好 這個 反正就是 我一個點 然後我要找一條線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這個線性回歸 這邊 這邊高中學測每個都15級分了 對不對 你們這邊沒有人數學不是15級分吧 欸 你怎麼舉手 真的 你沒有15級分可以上國防學 真的可以啊 欸 你們現在不是只取四科嗎 你是四科的啊 啊 思考四科應該又有數學吧 什麼意思 喔 你已經蠻有年紀了 對不對 所以 就是因為你力經常常 所以你講話這麼的 這個 這麼成熟這樣 好 所以 所以你們 你們 沒關係啦 總之大家 你們就算考14級分好了 不可能連14級分都沒有吧 嘿 張怡君 有啦有啦 有啦有14人對吧 對啊 這個 那我們總知道 現金回歸吧 對不對 高中有學過嘛 那個學測有沒有考啊 學測沒有考 真的沒有考 好沒關係 那我們高中有學過的現金回歸 我們至少知道一個概念嘛 對不對 這個 這個現金式是什麼 一定是 Y等於 我們通常國中學都寫都AX加B啦 好不好 AX加B A是斜率 B是 結局對吧 可以接受嗎 那在大學我們不喜歡這樣寫啊 因為我們喜歡它的擴展式 我們喜歡β0加β1X 為什麼我們大學的時候喜歡寫成這種格式咧 主要是因為 在高中的時候 你只會面對一次式 就是你只會面對單元 就是 就是 一個X對一個Y 在大學你以後 會遇到那個X是可以擴展的 往後還有XYX2X3 那所以寫成這個β0β1這樣比較 比較方便擴展 這樣知道嗎 這跟高中都不太一樣 那 那你現在知道說我們要找一個斜率跟結局 然後讓這條線 離這些點最近 那我們高中的時候是不是有指定說 欸這個 式子我們寫成這個樣子 但是我們絕對沒有辦法完美預測吧 所以我們右邊會有一個殘差 對嗎可以接受嗎 每一個預測值跟每個實際值 中間會有個差異 那這個殘差 它就會等於實際值減掉預測值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邊有沒有人聽不懂的 欸聽不懂的要舉手喔 不要害怕 那聽得懂我舉手好了 欸你們只有張雨晶聽得懂喔 你們怎麼這麼 你們怎麼這個樣子阿 應該都聽得懂吧 好不好 大家害羞不好意思舉手 應該只是害羞吧 對不對 欸學弟你聽不聽得懂 可以吧 可以喔 好那我們繼續阿 欸那我們下一個問題阿 那那個 我們要怎麼找出那個β0跟β1呢 是不是要用下面這個獅子 我們要 令殘差平方盒最小化 這個殘差 我們就希望它越小越好 對不對 但它有正有負 所以我們要平方 對不對 我們可不可以令找一個 它絕對值得最小化的 結域跟結域 可以嗎 好可以 就不是我們傳統建議回歸阿 這可能 它有一些其他的名字阿 至於它叫什麼名字我會搞太清楚 但是我相信它有名字阿 因為這個太常見了 好 所以 那我先要問一下 那所以β0跟β1要等於多少 有沒有人知道 哈囉有沒有人在上微積分 微積分BQ要選修 BQ 那 哈囉 哈囉 大家睡著了嗎 好啦 好啦 不要為難大家 後面有這個 好不好 來 欸幹嘛 你看到這個你很害怕 這個 前面不就是要令這個最小化嗎 阿最小化我們要 最小化我們有什麼 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求這個 極值 那不就是 微分之後 微分之後四值 叫導函數嘛對不對 導函數為0的地方 不就是極值存在的地方嗎 這個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吧 有沒有人覺得很困難的 那我問大家一個問題好了 為什麼導函數為0的地方不是有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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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芬的觀念啦 我們為這個教維芬的老師感到很欣慰這樣子 大家沒有忘記 好 那這個 他的偏維芬的求解過程 看不看得懂啊 這個我求維芬 然後變成這個樣子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我用了什麼 用了維芬嗎 這個是不是屁話嗎 那你是 維芬的過程中用了維芬 我們用了連鎖綠 你看出來嗎 欸 連鎖綠 有沒有人記得啊 欸 到底有沒有教連鎖綠 連鎖綠是有可能沒教的 圈肉 那個是什麼意思 那邊有人說得比較好 昨天剛好 圈肉有教嗎 有教 蛤 也有教偏維芬這樣子 沒有教偏維芬 我跟你們講 偏維芬其實跟一般的維芬沒有什麼不一樣 偏維芬就是啊 我現在要對β0球 現在有兩個位之數嘛 只要有兩個以上的位之數就要偏維芬 一個位之數就是維芬這樣子 那偏維芬就是 我現在對β0球 在對一個有兩個以上位之數的四值球 某一個值的維芬的時候 那其他值我就當常數處理 這樣懂我意思嗎 覺得如果我對β0球 偏維芬的時候 β1我就當常數處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β1跟β1有關的東西都是常數 這樣可以嗎 好所以你看學長記得了 這個學弟 所以偏維芬是高度沒教嘛 對不對 好那 那個連鎖率 連鎖率 這個 連鎖率 學弟應該會嘛 對不對 所以第一層解開應該沒有問題 好我們為了幫大家復習一下 我們才把連鎖率的四寫出來 好不好 這個 幹嘛 變成維芬課了這樣嗎 好這樣子 維芬之後 它是不是等於 對 對 我們這樣寫 這樣有點 有點 我們這樣寫好啦 就對 對 對這個 呃 蛤 這個東西 求 媽 我寫這樣子 我覺得很難看懂欸 再乘語 好這樣可以嗎 這個 連鎖率寫這樣子嘛 對不對 我覺得 我覺得你們應該看不懂 算算算 不講 好啦 總之就是 我們最後的結果就是這樣嘛 好不好 可以嗎 學弟我沒有算錯吧 學弟我沒有算錯喔 這個有算錯要跟我講喔 蛤 公式忘了就忘了是不是 好好好 我下次會把那個 連鎖率 我 明年 明年我在這邊會多放個 連鎖率的四寫這樣子 好不好 好 那最後總之我們就獲得 兩連一方程式嘛 對不對 這兩連方程式這個 呃就是 這兩個連一方程式 當這兩個 式子都等於0的時候 β0跟β1就有 那個極值 對吧 那就是我們要的式子 好 所以我們現在 過程跳過了啦 我不想給大家看啦 這 最後反正就長成這個樣子 蛤 看起來複雜一點 欸 現金回歸你們不是高中有學過嗎 有 有 可是你們應該有 教什麼球吧 有吧 他只是稍微解釋一下 然後他 最後就給你一個公式 對 他直接在考的時候 就可能會有什麼 那個趨勢啊 他就說 所以他不會給你 求解 對對對 不會給你解這樣子 真的嗎 求解 你就是幾乎都是那一種 實況那種感覺 求解 喔你們 對你們 我們學校只有學測 我們學校只有學測 好吧 沒有關係 這個 這個 沒有關係啦 我跟你們講 這個 你們就知道式子就長這樣 這樣子喔 這樣子太難記了 我們來把它翻譯一下 這個東西喔 其實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上面這個東西 它其實就是 x跟y的covariance covariance你們學過嗎 variance學過 variance怎麼求 variance是不是 variance是不是 x減掉x bar 等平方 啊我們把平方寫成這樣好不好 然後再試一個碼 這樣可以吧 這就是 然後再處理 這是variance variance是變異數好不好 我們講中文好了 免得這個 我看大家英文都有點障礙 好那 這是變異數對不對 那 covariance 然後共變數 共變數怎麼求咧 共變數就是 我把這個 它有兩個variable 對不對 有兩個變數 那 我把這個x打換成y 那我這裡不換 那就是 共變數 共變數 這樣可以吧 那共變數 在它裡面 很好球啦 你就打 covxy 欸它就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那那個 beta1就是 下面就是 它的那個 下面這個就是 變異數 好那這個 beta0啊 beta0它就是 min y-beta1 min x 好 所以你先求出beta1 就可以求出beta0 這樣可以嗎 好上面我們跳過了好不好 我們就用下面就好了 我看大家都非常的困擾 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好 如果你有一些點 如果你有一堆點 這個點啊 分別是 x y 好那這個 beta1就是0.9 為什麼 covxy 除以vx 這樣可以吧 好很簡單吧 那 beta0呢 min y-beta1 好 所以是 拮据5.3 然後斜率0.9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我們要怎麼驗證 我們答案對不對 欸有一個函數 叫lm這個函數 這個lm這個函數 這個lm這個函數可以直接 lm這個函數 這個秋印的符號就是 我用x預測y 這樣可以吧 這樣這個秋印的符號 好我看一下model 這個model是不是告訴我5.3 0.9 好 所以其實我剛剛齁 其實課程上齁 我預設是大家對於上面的過程 是很熟悉的 然後我想要跟大家介紹 lm這個函數 所以lm這個函數 可以幫我們做這件事情 那我沒有想到 現在我是要用lm的函數 當作標準答案 然後來讓大家驗證一下 前面那個是問題 是沒有問題的這樣子 好吧 沒有關係啦 總之就是 以後我們 好啦我們上面那個過程 我們就 就是看過就好了 看過就算了對不對 總之以後我們是要用這個 呃就是 總之以後我們是用lm這個函數來做的 這樣可以吧 好那lm函數我要怎麼把係數弄出來勒 這個model啊 我們問他class 這個是什麼屬性 這是s3class對不對 好那s3class我是不是可以用ls這個函數 看看他裡面有什麼東西 裡面有個叫coefficient的 那顯然就是我們要的東西嘛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如果這樣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 剛剛 假設我們就使用剛剛的資料啦 來看一下要怎麼做 欸來 用dbp預測spp data等於data 用剛剛那筆data 來進行預測 好這樣我出來是不是一個model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同樣的 我可以用spp預測1gfr 這兩個是 這兩個方法都可以喔 總之就是你的chowing這個符號 chowing這個符號 右邊是 這個用來預測的 然後左邊是outcome 這樣可以嗎 那你可以這兩個方法都可以用 好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可以用多個 我們右邊可以用多個 用加號 用加號把它加起來 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同時預測 用 spp和dbp 去預測1gfr 這個spp就是這個 收縮壓 dbp就是數張壓好不好 血壓收縮壓數張壓 1gfr是聖絲球過率 好這次我們用血壓 給我兩個血壓 我就可以預測 你的egfr是多少 好比較有趣的一點是 如果你未來有可能要擴充變相 那你可能需要用到這樣的一個格式 你把data裡面的spp跟dbp 把它放到data裡面 然後啊你告訴函數說 我的chowing的後面是點 點的意思是說用後面所有的變數 用後面所有的變數 預測左邊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就是點的意思 這就是點的意思 好 那你後面還有一個drop等於false 這我們第一次接觸到這個函數對不對 這drop等於false這個函數啊 它厲害在這裡 我給大家看喔 如果我們不打drop等於false 我們只找dbp 它這樣子我們問它class 它是不是告訴我這是一個數值 對吧 那如果啊 我給它一個drop 好 你會發現 欸它好像 它的格式看起來不太一樣對吧 我們問它class 它還是data frame 所以drop等於false這個函數啊 是幫助 欸這個參數 是幫助我們保證我們 在鎖印的時候 不要破壞它的那個data frame的結構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現在要做練習二了 練習二做什麼勒 練習二是說 我們啊 現在想要使用sbp跟dbp 預測依據法 那但是有時候有些人會 只有sbp沒有dbp啊 有些人只有dbp沒有sbp啊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有三種可能性對不對 有些人兩個都有 有些人只有dbp 有些人只有sbp 那這樣子的話 這三種條件 我們就要給它三種預測試 這樣可以接受嗎 就要用不同的預測試 讓它給出答案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再講一次 我們現在要用 我們現在要用 我們現在有 現在 sbp 你可以想要成這樣子啦 我們這裡 我們寫了一個程式 讓人家在這裡輸入sbp跟dbp 那它如果輸入sbp沒有輸入sbp的時候 那我就要用 預測試a 去預測它 那如果它只有輸入sbp沒有sbp的時候 我們就要用預測試b去預測它 如果它兩個同時輸入的時候 我們就用預測試c去預測它 這個參數跟 這個試值跟參數都完全不一樣 長得完全不一樣 對不對 那所以 我們就必須使用 我們就必須寫一個 完整的函數 讓使用者可以輸入 這個 就是 根據它的喜好 輸入不同的這個數字 然後看能做出個預測 好我們就這個樣子給大家玩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答案啦 那這個 我們 我們答案只有第二種解法 第二種解法比較優美 我們先不要看這麼優美的解法 好不好 我們先看比較 比較 比較差一點的解法 不要 就是比較普通的解法 比較普通的解法 就是我們總共只有三種狀況 對不對 三種狀況 所以我們就見三個regression 第一個 這是model 1 好model 1 model 2 model 3 好這個是只有sbp 這個是只有dbp 好我們把這樣子做完之後 我們的model 1 model 2 model 3 它裡面是不是都有 各自有 這個 我們現在coef.1 coefficient.1 它等於 哎 model 1裡面的coefficient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2 3 2 3 3 好這樣子我全部得完之後 我的 coefficient 1 coefficient 2 coefficient 3 是不是就是 不同條件之下 的三個model 的 各個參數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接著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定4 X resolver 這個sbp 等於 spp 乘上 coefficient1的第二個數 可以接受嗎 在這裡 加上dpp 乘上 第三個數 再加上 好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後面就是else 那else裡面它至少就有 至少有一個是missing的嘛對不對 至少有一個missing的我們一樣if spp ifisna 如果它沒有的話那我們result 鐵定就等於這個 應該是這個第二個嘛 第二個 然後dpp不要了 好else else還有機動可能性 if is.na dpp 那result就等於 dpp 然後這裡第三個 那else呢 兩個都na result是不是就等於na 好那我們這樣子全部執行次 我們看一下現在result 現在result是 24 好那如果我們把這個 呃這個打來na 那它就是用這個式算出來對不對 那我們把這裡也改成na 那它當然就是na嘛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 欸dpp改成 那就是說92 好這樣變15 好這樣這樣應該 這樣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吧 大家了解有流程嗎 然後我們只要把這個函數包起來就可以了 這函數怎麼包咧 來 買function 等於function spp 等於na dpp 等於na 好一樣我們把它清空 好買function 我填入 主要說 spp 等於123 它是不是也會給我一個答案 dpp等於123 它是不是也會給我一個答案 答案不一樣喔 那spp dpp等於123 spp等於150 它是不是也會給我一個答案 好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現在這個呃 就是 這是我們第一種解法 那第二種解法稍微複雜一點 第二種解法我們要 我們要確定 使用者給什麼之後 我們在這個 我們在這個就是 確定使用者給什麼之後 我們再來決定 它是不是要這個 呃 要做什麼model的運算 然後再來做這個 這個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喔 好一樣我們在這裡先把它print出來 然後我們在這裡貼上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首先 先我們的 variable name就是spp跟dpp 為什麼我們要在這裡打這個 主要是因為等一下我們要索引的時候 等一下我們要索引的時候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東西 然後把 跟這個 就是na的把它去掉 你看如果我們現在sppna dpp等於92的時候 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現在的var name 還是spp跟dpp 但我們的var vector 就是1 na 92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接著 var name 就是我 vector 是na的話 我var name就不要了 所以你看我的var name 我們只剩下dpp了 對吧 那我們的var vector呢 等於1跟92 為什麼前面要有個1 主要是因為等一下我要跟 截距 做這個 向量內積的時候 我們需要那個1 這樣我們1直接乘上截距 就等於那個截距有加上去了 對不對 好接著我們把model 求出來 現在這個model 只有用到dpp喔 你看他只有用到dpp 因為我們這個var name 少了一個spp 對不對 那他的coefficient 是不是一個長度為2的向量 這個var vector 是不是也是一個長度為2的向量 我們要怎麼算 這個東西加上92倍的這個對吧 所以我們可以這個東西乘1 加上這個東西乘92 線量內積 線量內積用 矩正乘把的那個 那個運算符號 最後我們就得到答案了 好我們 給大家一點時間 稍微就是 重複一下課的過程5分鐘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 好我們剛剛用 現金回歸 我們是用 連續變項預測這個 連續變項對不對 用sppd跟dpp 預測他的dj8 那我們現在啊 有沒有可能用 有沒有糖尿病 還有他的收入等級 他的收入等級 他的收入等級有 low 那個middle high 這樣子 欸我們 來這個就是 來去衡量他的dj8 有沒有可能做這一次 欸你說 起立就簡單啊 因為有或沒有 對不對 我們就把40設計人這樣就好了 把起立打給我 噢天啊 秀長等一下這感覺 fuck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就是 呃就是 我們現在要把類別變項 放進這個先進回歸裡面 那我們剛剛已經說啦 我們可以把事前這樣子吧 剛剛是這個 y等於 y等於 剛剛是y等於這樣 y等於 這個 就來說 40 加上3 乘於spp 那我們現在可以再加上 再加上這個 2乘於dpp 那我們一樣可以加上 主要說 加上30 if dj等於1 我們可以把4寫這樣嗎 可以接受嗎 如果類別變項 我們是不是可以寫這樣 可是寫這樣子的話 我們要怎麼把這個東西弄進來 你就知道為什麼我要用0跟1 因為0的話就是 30乘0就是0嘛 對不對 那1的話是不是就是這項我要 這樣可以接受嗎 你就知道為什麼我在類別變項 表示的時候 用0跟1來表示 因為我想要有這個效果 好可是 如果我們現在 那個 英抗總共有三個類別 是不是0、1、2、3個類別 那我0、1、2、3個類別 是不是這個 0、1、2、3個類別 那這樣子 如果說我這裡也帶30 然後這裡是 英抗等於0 英抗等於0就沒有這一項 英抗等於1的話就30 英抗等於2的時候就60 這樣是不是 感覺哪裡怪怪的 好我根本講哪裡怪怪的 欸這個 英抗等1的就是 低中高收入 這個低收入跟中收入的他們的收入差異 和低收入 中收入和高收入的這個收入差異 你們覺得有一樣嗎 那顯然不一樣嘛 對不對 你們怎麼會覺得 呃這個假設 我們先自己覺得自己叫中收入好了 至少跟你們比算中收入好不好 我跟你們的收入差異 和我跟什麼 我談你們的收入差異 那顯然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他絕對不是這樣加上去的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面對這種情形呢 我們需要 把我們試寫這樣子 加40 If 英抗 等於1 加50 If 英抗 等於2 好這樣子的話 如果 英抗等於0的時候 是不是這兩項都不加 可以接受嗎 英抗等於0的時候 這兩項都不加 所以英抗等於0的時候 這也是00 英抗等於1的時候 是不是加這項 不加這項 可以接受嗎 所以是10對不對 英抗等於2的時候 加下面這項 不加上面那項 所以是01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如果可以接受 我的idea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現在 有一個 我們現在有一個variable 他就是有0123種 我們最後我們會希望 最後我們會希望 他的這個codingX 和改成 0的話就是00 1的話就是10 2的話就是01 10 nana01 這樣可以理解吧 這個是我自己打的 但是我們會希望 我們要寫一個函數 去轉換X 到codingX 這個樣的過程 這樣可以接受嗎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做這件事 我們剛剛在做那個函數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 只有連續變相的可能性 我們現在 希望把這個類別變相 也把它加進去 那我們就需要 把它轉換成coding 這個coding 我們會叫onehardencoding 好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轉喔 需要轉的方法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行程式 首先我們要先確定 我們的X有幾個類別嗎 對不對 這個levelX levelCategorical 012 uncategorical 3 所以總共我們要 我們要產生的矩陣 鐵定就是 長度X 然後這個 numberOfRaw等uncat-1 它如果是兩個類別 我們就只要產生一個coding 就0跟1就好了 它如果是三個類別 我們就要產生兩個coding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三個四個類別 產生三個coding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去檢查 這個 i等於1到 ncat-1 然後每一個我們都檢查 它是否等於 它是否等於就是 level of categorical 它等於第二個categorical 的時候 我們的 numberOf第1個coding matrix 我們就等於1 我們來看 i等於1的時候 然後執行這一行 我們現在看一下codingX 這兩個是不是被等於1了 這兩個等於1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裡 這兩個等於1 這樣可以接受 那i等於2勒 在執行這一行 這兩個是不是等於1了 為什麼 因為這裡等於2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最後我們要把na的把它移掉 isna的地方把它改成na 好最後我們的codingX就出來 所以這串函數 這串我寫的函數 你們應該大概看得懂吧 理解概念嘛 對不對 我們不用太去計較說 它怎麼做出來的 未來你們就會慢慢學到 只是說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如果你想要把類別變相 加進去分析的話 你需要知道這個函數 然後需要了解它的原理 及過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有一個更簡單的方式 可以把這個coding system把它做出來 就是使用r內建的函數 model.matrix 但是這個model.matrix 它有點不方便 因為它的這個 用model.matrix 它做出來的這個結果 它沒有 它會把na把它去掉 你看第五個數字是na 它是不是被去掉了 對不對 然後還有它這個是拮据 所以這個model.matrix 這個函數並不是那麼好用 我們還是需要做一些修正 修正完之後我們的 coding才會是我們標準的格式 所以用我寫的 跟用r內建的 都是要經過非常多複雜的過程 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函數把它包成一個 叫onehardencoding這個函數 這個onehardencoding這個函數 非常重要喔 就是我們之後就要用這個函數來做了 好這樣我們每次只要 我們有類別變相 我們用onehardencoding這個函數 我們就可以把它改成 我們想要的標準格式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有沒有人到目前為止 看不懂我在做什麼的 你怎麼樣轉的過程可以不知道喔 但是最終你產生的結果 你預期要產生什麼樣的結果 你應該要知道 這樣可以嗎 中間的過程 你可以先忽略好不好 因為某一天你程式能力比較好的時候 這些東西你自己寫得出來 你只要知道input是什麼 output是什麼 這樣就可以了 好我們繼續 那我們input、output是什麼 我們都知道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 把income跟education 把它變成codingincome 跟codingeducation 這個codingincome 我們把它用head來看一下 codingeducation 好那接著我們可以把 codingincome跟codingeducation 把它跟data1 把它cbind了起來 我們現在看到的data1 就是右邊是不是出現了兩個 codingeducation跟codingincome 好那整個過程呢 其實可以變得更 我們現在就可以用lm這個函數 來做第七個跟第八個變相 sbp跟dbp 還有第十一個到第十四個變相 這樣子我們產生的variable 是不是 欸這是不是就是 income等於1的時候 income等於1的時候 income等於2的時候 education等於1的時候 education等於2的時候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 其實這個過程可以更簡單一點 我們可以告訴阿圓說 我們現在想要做的這個東西 他的income跟education 他都是factor 這樣我們跑出來的結果 會一模一樣 我們比較一下上面跟下面 兩個結果是不是完全一樣 一個數字都不差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告訴大家說 我們其實啊可以把我們的這個 income跟education 把它轉換成這個coding coding的income跟coding的education 然後把它放入我們線性回歸 去進行這個運算 那如果你想要直接得到答案的話 你也可以用factor這個函數 好那我們現在 就要來做一下練習3 這個練習3 我們就憑良心講 練習2做不太出來 那練習3是幾乎不肯做出來 好不好 那我們練習3 我們就直接看一下答案 那我們看一下答案 我帶你們review過一次之後 你們再來這個就是練習一下 感覺一下他的程式怎麼做的好不好 好那我們練習3的答案 這個首先我們當然就是要先把我們data 先產生coding income跟coding education 好那我們把coding income跟coding education 把它做出來之後 然後我們現在 這裡要先寫lesson8 然後我們把他的名字改成 income1、income2、education1、education2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現在data1長什麼樣子 現在data1長成這個樣子 有income income1、income2、education1、education2 這樣沒有問題了吧 好沒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現在 總共輸入四個值 這四個值分別 好我們這邊輸入2 輸入1 然後輸入這個假如說92 110 150 好類似這樣子 好我們的Varnet呢 當然就是 我們首先先去確認 我們的NA 如果同時都是NA 我們就不給他做 然後我們要先去給他 如果我們的 如果我們的NA 不是 如果我們是NA 這個東西是incong是NA的話 我們的codingincong就是NA 如果我們incong是0的話 我們的codingincong就是00 incong是1的時候codingincong是10 incong是2的時候codingincong是02 01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個應該不是特別難的語法 那codingincong也是完全一樣 好所以 經過這兩個函數之後 我們的 我們現在的incong跟education 就被我們換成了codingincong 跟codingincong 那現在我們是不是 把Varnet 跟VarVector 是不是就跟下面完全一樣了 Varnet等於sbpdbp incong1 incong2 education1 education2 然後VarVector等於1 sbpdbp codingincong codingeducation 這樣子VarVector 我們現在全部都是沒有NA 所以我們在Var 我們下面這裡是不動的 我們出來的VarVector 跟VarName 是完全一樣的 接著我們Model 就可以來做這個 Data1 接著我們的這個Model 是不是就是我們 根據我們的這個 我們所輸入的變相 所產生的Model 然後一樣 像那個內積 那我們這樣是不是 就結束了 這個VarName 這個VarName 要擺在上面 這樣我們才有辦法先做這個 先做這個結果 好 所以我們再來review一次 我們整個程式喔 我們整個程式是 首先 我們要先把Data讀進來 接著把VarName 這個函數把它寫出來 接著把 我們原始的Data 產生一個叫 CodingIncome CodingEducation 然後接著 把Data 跟CodingIncome CodingEducation 把它Combine起來 Combine起來之後 變成Data1 然後把Data1 的Columns做一些改變 然後接著 輸入四個參數之後 我們 如果Income 把Income 轉成CodingIncome 把Education 轉成CodingEducation 接著 把VarName 跟VarVector 跟剛剛完全一樣的概念 把它做一個呈現 呈現完之後 刪除NA的部分 然後做一個Model Model 跟我們的VarVector 做下內機 最後答案出來 Result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們整個過程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給大家一些時間 稍微試一下好不好 那我們就 今天就上到這裡 那我們基本上 這整個過程 就帶你做一些 基本的資料分析 我們下一節課會畫圖 如果這個函數 並不是非常掌握 也沒有關係 下一節課又是一個重新的開始 我們會教大家畫圖 畫一些簡單的圖 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給大家練習一下